战败后杨应龙虽不甘心 但他已经意识到 自唐末传承至今七百余年的杨氏一族 或许就要断送在自己手中 但对于这几年发生的变化 他实在有些接受不了 十年前他还是波州领主 朝廷风光无限的票旗大将军 其后数年却仿如噩梦 他在厄运跌覆的贯圈中迅速坠落 终于成为了被天下围攻的造反叛逆 公元1600年4月18日 杨应龙率两万波州残兵登上海龙屯 杨应龙回首最后望了一眼波州的土地 他知道这也许就是他们杨家 在波州的最后时刻了 此次上屯后 他就再也没有走下来 5月18日 七路冠军骑击海龙屯下 把海龙屯围得水泄不通 李化龙一声令下 数十万名军在附近山头调集火炮 火冲 开始了日夜不停的攻打 但海龙屯的坚固让李化龙大吃一惊 从4月17日到5月17日 数十万军围着海龙屯攻打了将近一个月 却毫无结果 民事里面 我刚才讲十几次提到了这处著名的吐司城堡 其中就有讲说这个地方的险 险到什么程度 叫做飞鸟藤原不能遇中 猴子爬不上去 鸟也没办法飞鱼 李化龙清楚地知道 朝廷为此次波州之战动员规模之大 耗费之多不可估计 如战争陷入江渠 一旦有变 后果不堪设想 而更让李化龙痛苦的是 恰在此时 他突然接到父亲逝世的噩耗 按照传统封建理治 李化龙理应回家奔丧守孝 但此时正是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 究竟何去何从 当此之时 在紫禁城中一直关注了战况的万利 哪敢让李化龙回家守孝 他立刻下召 令李化龙代孝指挥作战 面对黄命 李化龙横下一条心 誓言不兼顽敌绝不回家 从街道诏书之日起 他就光脚指挥战斗 已是对王护的悼念 和以军国大势为重的决心 飞虎关 是海龙屯前山的第三道关卡 也是最险的一道关卡 关前整整三十六道天梯 每基阶梯高达六十到八十厘米 普通人要非腾费力才能上一级 而且每基台阶只能并列四人 这是杨永龙特意设置的防守重点 明军攻至飞虎关下 一人数周本攻折将 获得寸击 就在明军卡在飞虎关前时 海龙屯的后山战局 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原来攻打后山的水溪统帅 安江臣与杨永龙私交深厚 他每日假意攻打 却利用植物之变 悄悄攻击波州军火 他跟杨永龙 一个他们有私交 有亲戚关系 另一个他又神往此寒 搞掉了杨永龙 明天难道就不搞我了 这个情况被抗窝名将陈林发现了 他密报李化龙 李化龙则严令水溪统帅安江臣部 后撤三十里 命令刘厅率部赶赴后山 准备破关 六月四日凌晨 连日的阴雨突然停止 天空放行 明军半程向山上运送吉仰的水溪军模样 混入后关 当守官的波军被怨然击杀后 无数明军得到信号 一拥而入 冲进关中 坚守了47天的海龙屯 终于被从后门 攻破 到了最后时刻 杨永龙虽命将士死守 但均无斗志 众人四散奔跑 杨永龙跪在祖宗灵牌前泪如雨下 此时此刻 他对自己的冲动举动悔恨交加 又对川贵官员的贪婪愤恨不已 但一切为时已晚 他知道 波州杨氏一族七百年的基业 在自己手中终结了 史料记载 杨永龙回到寝宫 点燃账卖 上吊自杀 冲天大火 吞噬了海龙屯 至此 这场耗时一百一十四天 死伤十余万人的战争结束了 史称平波之战